习近平主席强调 中方致力于构建稳定 健康 可持续的中美关系 同时 中国有我们必须维护的正当利益 有必须捍卫的原则立场 也有必须坚守的红线底线 如果美方执意以竞争为名 继续围堵打压中国 中方将坚定地维护自身的主权 安全和发展力 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 最重要 最敏感的问题 习近平主席这次又详细阐明了 中方的原则立场 中方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反对台湾独立 停止武装台湾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支持中国的和平同意